走进古迹讲故事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刘石 我现在在的这个地儿呢 就是山海关古城 这里呢是山海关古城的东北角上 刚才我拍了几个镜头 因为那边逆光 我不方便站在那边 这就是山海关城墙的东北角 人常说啊 这个连比城墙角还厚 我现在站在这个地儿就是城墙的角 我对山海关古城呢 还是相对熟悉的 每年夏天呢都会从这儿住几天 不过我越来越发现 这里边古城的味道就越来越少 现代化的商业气息越来越浓重 满大街飘的呢都是臭豆腐的味儿 然后全是仿古建筑 卖的都是同样的芝麻糖 花生糖 上海的护手霜 老北京的酸奶 大块的烤鱿鱼 好像全是这种东西 全国各地呢都在复制这种相同的房谷旅游景点 我认为这是对旅游发展是一个相当大的弊障 必定呢我们不是来聊这个旅游行业的 我们来到山海关古城呢是要聊聊这里的古迹 聊聊这里的历史故事 那我们要从哪开始聊起呢 我们啊着重的咱们就聊聊这个山海关总兵这个官职 山海关总兵一职在明代以前是没有的 因为在明代以前 山海关外并没有能够撼动中原政权的少数民族武装力量的存在 到了清朝呢官里官外都已经是一家了 都是大清朝的国土 所以啊更没必要在此啊设立总兵一职 中国古代被称作是兵家必争之地的地方那真是不少 不过呢我统计了一下啊 经过战斗最多的一处关爱 可能就要数这座山海关了 明朝红武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 大将军徐达在此啊设立山海关位 红武十六年朝廷任命了第一任的山海关总兵 直到1644年崇祯17年的时候 乌三桂降清山海关总兵一共有23任 在这23任总兵的治下呀 在这里一共打了大小战役一百多起啊 最有名最惨烈撼动国家之根本的一次战役 那就得说是1644年的山海关大战了 那一年是公历的1644年 同时呢也是崇祯17年顺治元年 李自成的大顺元年 也就是说一次山海关大战 伴随的是三个王朝的兴衰 咱们这个栏目啊是讲故事 那么故事呢就离不开人物 今天咱们要说的人物啊 那就是乌三桂 说在这儿啊 咱们就得先澄清一下 这乌三桂可从来没做过山海关的总兵啊 乌三桂做的最后一任明代的官职是 宁远团练总兵 是后来清军把宁远围成了一座孤城 乌三桂才带领人马回撤到了山海关 乌三桂啊那可是名过名副其实的高副帅 19岁就中了五举 20岁就带兵打仗 29岁的时候啊就做到了宁远总兵 不到30岁便做了大军区的首长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武将可不多 您伸出一个首长 五个首之斗就能数全了 翻看明史 并没发现乌三桂在宁远山海关一任上有特别突出的战功表现 他的升迁呢 无非是因为他有一个好爹 做过锦州总兵的无相 还有啊就是有一位好舅舅 同时也做过锦州总兵和宁远总兵的祖大寿 这三桂啊在军纪上也是平平 有记载啊 他曾经带着自己的小妾陈媛媛 从宁远城到山海关来赴宴 随军带着七窃言那可是军中的大忌 看样子这乌三桂仗着自己的家族势力 根本没把明朝的军纪放在眼里 崇祯十七年 闯贼的大晟军打到北京城下 远在山海关的乌三桂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决定率领自己手下的官宁铁骑回京秦王 但大军刚走到河北御田的时候 就听到京城已破 崇祯皇帝啊眉山自义了 三桂一想啊 这皇上都死了 那还回京秦的屁王啊 干脆啊暂回山海关 静观其变 以图后继 逼死了崇祯皇帝 打进北京城的李自成啊 他并没着急做皇帝 为什么呢 他知道啊 大半个中国 也就是淮河以南啊 还都是明朝掌握当中 再有呢 离此不远的山海关 就有一只明朝的禁旅 正虎视眈眈的盯着自己 这会儿的李自成 正是有钱的时候 他从这些明朝的 一老一少手中啊 逼搅出来 大概七千万两白银 乌三桂啊 乌三桂 我拿着银子 砸到你满脑的大包 我就不信 你还能跟我急 于是啊 就派人把自己 搜刮来的金银财宝 给了乌三桂 那么撒刮俩枣的 这乌三桂啊 他也真是个小调的玩意儿 见到这些金银之后啊 他还就真投降了大顺君 给李自成回信 那叫一个舔呢 不是皇上如何如何 就是陛下如何如何 往往啊 这事不随人愿 没过几天啊 从京城传出消息来 李自成在北京城脚响 把乌三桂的家给抄了 三桂一听啊 说这都是误会 误会 没过两天啊 又来消息了 这吴三桂的爸爸吴湘 因为这个脚响不足 被闯王李自成的手下啊 打得跟个血葫芦似的 三桂一听啊 皱皱眉头说 这都是误会 误会 伏无双至 祸不单行 哎 这消息啊 从京城他又来了 探马来报啊 说啊 大帅啊 这回可能又是误会 闯王手下有元大将啊 叫刘宗敏 那看您这个小妾 陈元呀 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 就给弄他们家去了 不用问呢 这肯定也是误会啊 误会个屁啊 吴三桂一听就急了 大丈夫不得户七小得权 怎能在天地间安身立命啊 他李自成啊 闯王个屁 他简直啊 就是个闯贼 刘宗敏你个臭屌丝 你们家等着 等我回到北京啊 挨个儿给你们 抽筋扒皮 乌三桂立刻传下将令 让三军都给崇祯皇帝穿效 准备打回北京 匡赴大明 不但如此啊 三桂还给都尔滚写信 说这摄政王啊 您帮着我们一起啊 打败李自成的叛军 到时候呢 淮河以北归您 淮河以南啊 还是大明 都尔滚一听啊 这买卖干的过 就在这会儿啊 李自成也带着军队 攻打乌三桂了 因为这闯贼 他琢磨了 怎么说着说着 又不跟我好了 别等你打我了 还是我先抽你压的吧 这回的战场啊 设在了山海关的关内 李自成和乌三桂啊 仇人见面 是分外眼红 二话不说是一顿厮杀呀 您还别说 这流氓大顺军呢 他还真是横 这乌三桂啊 他不是个儿啊 可是这会儿 都尔滚在哪儿啊 都尔滚呢 率领着清朝的军队 就在山海关附近 这会儿的大清摄政王 都尔滚呢 正抱着胳膊跟儿 看热闹呢 这乌三桂啊 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率领着十几个亲兵 骑着快马 突袭到都尔滚的大营 向这摄政王都尔滚求援 这会儿的都尔滚呢 看出行势来了 声音立刻高了八度 就跟这乌三桂说了 你不是说要跟我合作吗 就凭你这十几个人 就跟我合作了吗 我倒是可以给你纸条名路 投降我大清 以后啊 封王封爵 封妻因子 跟着我大清军中啊 才能学你的家仇国恨 要不见 你就带着你这十几个人 跟李自成拼去吧 这乌三桂一看呐 哎 完蛋 一不算错是不不错 无奈 就在都尔滚大营旁边的小树林里 剃头一服 降了清 随后啊 就是都尔滚吴三桂 带领八旗兵兵 打进了北京城 清军与入关 进了北京城 就证明啊 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算是玩完了 也同时 真正逆一胜 终结了大明王朝 这就是山海关大战 痛哭六军聚搞肃 冲冠一怒 魏红年 吴三桂的故事 这讲了混蛋呢 咱们下集啊 还得挑个好的奖 咱们聊一聊啊 在这山海关镇守过的 一位女将军的故事 您要乐意听啊 就爱留言区 告诉我一声 反正啊 您乐意听 我就乐意讲啊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 为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